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2021年中共北戴河會議前夕 中共公安部發布通緝令 懸賞竹拿潛逃的中江信託 國姓政勸元董事長裘強 裘強主管江西省國資金融機構中江信託長達14年 期間將蕭建華明天系資本引入中江信託 蕭建華的明天系 被指是曾慶紅等權貴家族的前代子 參與製造2015年中國大陸股災 2015年股災被視為江澤民曾慶紅集團 針對習近平的金融政變 裘強在股災前 多次鼓吹大牛市上萬點的觀點 為所謂國家牛市營造輿論 外界關注 曾慶紅江西幫財經要員裘強 深度涉入江派金融政變及洗錢走資活動 中江信託 國聖政勸原董事長裘強被通緝 2021年7月24日 陸媒紛紛報導 中共公安部2021年7月16日發布的B級通緝令 通緝令稱 2018年12月13日 江西省公安廳開始徵辦裘強涉嫌洗錢賭博犯罪案 該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裘強涉嫌洗錢罪和賭博罪 目前在逃 裘強的戶籍地址以及身份證號碼 香港居民身份證號碼均被列出 通緝協查信息還稱 請各地公安機關接此通緝令後 立即部署查緝工作 發現犯罪嫌疑人職與拘留 並速告公安部議局 對發現線索的舉報人 協助緝報有工的單位和個人 予以人民幣3萬元獎勵 陸媒勸商中國了解到 被通緝的裘強 正是中綱信託國姓證券的原董事長 根據中綱信託2018年披露的財報 裘強的履歷十分豐富 前半場職業生涯在官場運職 後半場主要是中綱信託 和中綱控股勸商國姓證券的掌門人 資料顯示 裘強起初是江西省青江縣 倡庫公社資稱辦主任 擔任空軍11航校警衛排副排長 先後擔任宜春市委部正科級組織員 上高原原長助理 江西偉農工部副署長 江西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 協助副省長分管商貿和金融工作 2000年至2004年出任江西文政廳副廳長 2004年6月至2018年擔任中綱信託黨委書記和董事長 掌託長達至少14年 期間還兼任控股子公司國姓證券董事長 中綱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81年6月 是經中國銀監會批准的非銀行金融機構2003年3月 由原江西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江西省發展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錦州地區信託投資公司以新設合並方式組建 2012年10月由江西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為中江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人民幣11.56億元 直至2009年活 江西省財政廳持有中江信託83.26%的股權 球強將名天系資本引入中江信託 中江信託的改制發生在球強掌託的2010年左右 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是曾慶紅親信蘇榮 到2010年活 江西省財政廳持有中江信託股權變為45.8% 代表明天系的領域資產等進場 隨後江西省財政廳股權陸續被棄息 成為目前改由江西省金控集團持有中江信託20.75%的第二股東 也意味著江西省國資失去了中江信託和國姓證券兩張金融牌照的控股權 中江信託2017年業績斷崖式下跌 淨利潤暴跌九成 2018年中江信託開始密集爆雷 先後踩雷海迪生態、益陽集團、神務智能等民企劃上市公司 隨後捲入金馬、銀帳等淨信項目 中江信託2018年顯示 求強持去中江信託董事長職務 但仍擔任董事 2018年11月 銀保監會發布中江信託股權變更的批復公告 雪松控股受讓領域資產 大連旭暉等合計持有的中江信託 71.3005%股權 雪松控股成為中江信託第一大股東 雪松進駐後 實現了管理層換屆和更名等動作 中江信託也更名為雪松信託 求強與掌陀過14年的中江信託不再有關聯 2018年11月股權變更前 領域資產持股中江信託32.74% 成為第一大股東 大連旭暉僅除其後持有25.11% 中江信託第三大股東為江西省財政廳 持股20.44% 天津漢城深圳鎮輝里分別持股7.17% 以及6.28% 其中 領域資產大連旭暉 天津漢城同創 和深圳市鎮輝里科技四間公司 均被外界視為涉明天系公司 肖建華明天系涉江派金融政變 2017年1月 明天系掌門人肖建華在香港四季酒店 被疑似便衣公安押回中國大陸 有關他被軟禁 被當局要求協助調查2015年中國股災 被要求清理資產等新聞不斷 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曾經向大紀元表示 肖建華被視為江派高層最重要的前代子管家 是江派前常委曾慶紅之子曾偉的白手套 肖建華是中南海投號大案 習近平當局下決心要將肖建華捉回調查 目的是牽出更多江派常委級別高官 日今四年半官方一直未公布肖建華的相關資訊 2017年4月9日 中共保監會主席韓進波被查 消息人士透露 韓進波是肖建華咬出的金融第一虎 4月26日 多間外媒報導 案幫集團負責人吳小暉涉案千億已被控制 據稱 韓進波被捉後 供出了吳小暉的問題 肖建華同行進波以及吳小暉等人 均涉嫌2015年大股災 2015年初 胡森兩地股市開始持續上升 逐漸出現所謂國家牛市的瘋狂上漲 乃至失控現象 但6月15日開始 兩地股市全面暴跌 習近平當局投入萬億元救市仍無效 股市市值蒸發約5萬億美元 甚至衝擊全球金融市場 中共公安部介入調查 發現中信證券 海通證券 國信證券 這三大券箱幫助境外機構造空 政間會副主席姚剛等則充當內軌 當局視事件為金融政變 是黨內倒閘勢力的陰謀 包括江澤民、曾慶紅、劉雲山家族成員在內的很多江派大員參與其中 球強多次鼓吹大牛市上萬點的觀點隨後爆發股災 券相中國報導稱 值得一提的是 球強兼任國勝證券董事長期間 曾因不同場合多次提出大牛市上萬點的觀點而受到外界關注 2014年12月 在北京召開的國勝證券2015年大型投資策略報告會上 時任國勝證券董事長球強在會議上表示 中國股市第五輪牛市即將來臨 而且必將延續 未來護紙張過萬點大關 球強還給出了更多看好股市的理由 中央及管理層一定會不斷出台促進股市的政策 吸股市注入更多活力 新國9條的出台 令股票投資環境得到改善 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推進注冊制改革等改革措施 有利於公司上市 股權轉讓、公司轉讓、實現良性的循環 而股指期貨亦將強者恨強 非常容易做趨勢投資 2015年2月 郭勝證券2016年大型投資策略報告會上 球強作為郭勝證券董事長有一次大談股市萬點論 球強當時還表示 目前第五輪牛市遠未結束 這次調整是股市過萬點的加油站 由於中國證券市場長達7年多的時間在低位徘徊 導致中國證券資產價格被低估 這也是未來五年中國證券市場最大的魅力所在 從證券市場來看 中國證券市場從總市值到單隻股票的股價都比不上美國 從成長性來看 券商股的動態股值也就10倍左右 銀行股的股值普遍是7倍左右 如果市場對大藍籌股給予合理的市場定價 A股指數上萬點就是必然 時政評論員李燕銘分析 大陸財經媒體《勸商中國》特別指出 裘強兼任國姓證券董事長期間 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大牛市上萬點的觀點 內人尋味 仍和暗示裘強與2015年股災有關聯 因為就在裘強發表這些言論之後 2015年6月中國股市就爆發股災 李燕銘分析 2015年的大陸股災 被視為江澤民曾慶紅集團針對習近平的一場經濟政變 蕭建華的明天系深涉其中 裘強作為曾慶紅江西幫財經要員 先是將蕭建華明天系引入江西省國之中光信託 其次在股災之前多次鼓吹大牛市上萬點的觀點 為所謂國家牛市營造輿論 顯示裘強本人也與江澤民曾慶紅集團引爆股災 發動金融政變撇不開關係 李燕銘分析 在蕭建華被捉後 裘強主管的中光信託業績斷崖式下跌 並開始密集爆雷 2018年底中光信託股權變更後 江西省公安廳即開始徵辦裘強涉嫌洗錢賭博犯罪案 此表明裘強不僅涉入江派製造股災 進行金融政變活動 還在股災後繼續製造金融爆雷事件 並替江派權貴進行洗錢轉移資金 裘強潛逃至今三年仍未被捉獲 引言中共高層內鬥暗戰的空險與激烈 點讚本節目如雨板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